- 都快來了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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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你們是要給你們旁邊的朋友掌聲嗎 - 都快來了喔 - 都快來了喔 - 因為剛剛才聽到一個消息就是 - 今天有朋友的票券 - 寫八點才開始的 - 不好意思喔 - 可能中間有一些溝通的 - 跟作業的流程數是一樣的 - 本來我們這邊官方的公告的時間 - 是七點半開始的 - 我是偶像 - 通常我會要求我的歌名 - 六點半去排隊 - 如果你是八點的話 - 大概你去七點就要來了 - 當然還是有些朋友可能錯過前面幾首歌 - 沒關係 - 待會唱完歌 - 你們就會喊Uncle - 這樣好不好 - 我看我們可以按到什麼時候 - 我們提起一首的歌 - 沒辦法即興啊 - 他們去固定的那些歌這樣 - 我們就看無娘啊 - 可以唱幾遍啊 - 還是什麼路在哪裡可以唱幾遍 - 接下來 - 應該有沒有回到比較樸實的感覺 - 寫下偶像的包 - 我想要唱一首歌 - 前陣子這首歌的做詞人 - 就是做詞人的朋友 - 也是我的朋友 - 日本人的啊 - 叫Yuka - 在台灣他也是一個作家 - 台灣出了六本書 - 在上上個禮拜 - 他結婚了 - 這樣 - 一個100年真的是很好結婚的年 - 他說會不會 - 大家都又同一年都生孩子了 - 不得了嗎 - 太多人結婚了 - 我都快被黃包炸 - 都快炸乾了 - 都快要辦貸款了 - 你知道嗎 - 哈哈 - 沒有錢包包了 - 好 - 那我的朋友Yuka - 我們跟他一起合作了一首日文歌 - 叫Solo - 他結婚了 - 留下我一個人Solo - 好啦 - 唱這首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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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